中間選民對你超失望的 有超過八成的人是 反對你這樣子的言論 張嘴 瞪眼 柯文哲嚇傻了 一句兩岸一家親 讓有些人不爽 就不好意思 卻得罪更多中間選民 我這兩天還沒從 從shock當中恢復過來 我是想的 你如果聽到沒說 我才會說不好意思 這一句話到底哪裡不對 我都搞不清楚了 好啦 好啦 這表示說以後 我要少用閩南語講話 預料之外的批評聲浪 柯文哲報院是語言隔閡 大家不懂台語的藝術 硬拷抱歉 不等於對不起 只是情感安撫 你說我們少數人 那為什麼要放棄這些 原本大多數支持你的中間選民 那我們當醫生的 你遇到那個少數 也不會說你那個少數人 不給他看病 把抗疫邱大師的毒派 類比為病人 但過去兩岸一家親 朗朗上口 現在變成不能說的秘密 你今天還會叫我媽一家親 今年還會講兩岸一家親嗎 今年 還會再講嗎 沒有 這也不說再講 反正這基調是不會變的 兩岸一家親 命運共同體這種話囉 那是一個基調 基調 基調 柯文哲似似乎很有自信 會影響 今天來的兩岸互信 現在連國財辦都注意到 會不會擔心 那一般我還要注意他 要他注意我 他是他家的事 跟我無關 你跟大陸之間的互信 整個就因為一句派 誰就鬼了 我天啊 不理國財辦讓多派聽得爽 柯文哲在爭取民進黨 善意的最後時刻 不讓兩岸一家親 無個字吐出口 想聲率低頭 自毀政治誠信 這國際安全文 太不老